国历的2月6日星期二 大千书版社将在台北世贸义馆 举办贾博斯的苹果禅新书发表会 因为热衷禅修 贾博斯一度想去日本京都的永平寺出家 但乙川红纹禅师对他说 并非只有出家才是修行 贾博斯的苹果禅呢 其实就是在贾博斯的禅修当中 因为他的禅修的实际是蛮特殊的 一般人应该很少会到印度去领修 虽然说最近因为贾博斯禅修 到印度禅修的关系引发一些世界的热潮 很多人都跑去印度去禅修去领修 可是在早期40多年前 你想想看 印度是非常一个贫乏困 就是非常的落后 甚至有点危险的国家 它为什么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在19岁的时候就到印度 零修 7个月 因为他想要探寻内心那一个失落 不安跟渴望 他渴望什么 他渴望父母的爱 在他6岁的时候 当他得知他是养子的身份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非常的痛苦 他非常的失落 他非常的自责 他觉得他自己很认真 很努力 为什么他的亲生父母会抛弃他 所以他从17岁开始 也就是1974年 就跟日本禅师 以川红纹禅师 结下不解之缘 也就是在美国的旧金山塔撒哈拉禅修中心 开始禅修 那过了两年之后呢 他就自己一个人先到印度禅修之后 再跟他的同伴 柯德克呢 就是一起结伴禅修 所以他其实独自禅修的时间呢 大概有 在印度禅修的时间 大概会有两个多月 那再来才是跟他的同伴 一起禅修的时间 后来回到美国 他几乎有一段时间 都是非常的刻苦清修 什么叫刻苦清修呢 就是他可能一段时间 一个礼拜就是断食 然后一个礼拜呢 就是只吃红萝卜 然后一个礼拜呢 可能只吃单一的食物 都是素食的部分 如同贾伯斯在史丹佛演讲时所说 去追随你的真心和直觉 他们最知道你想做什么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